AIP找到工作再付费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一战式服务 大家好 欢迎观看由AIPYouTube频道发布的全新改版后的 北美之场分析类栏目北美求职60秒 关注北美市场 聚焦数据软件类求职60秒解析北美求职疑惑 助力求职成功 本期话题美国数据类岗位的薪资待遇怎么样 岗位薪资和岗位级别 公司薪酬体系地域所在行业都有直接的关联 通常薪资会包含基本公司 Best Salary一定比例的绩效奖金 Bonus以及上市公司的股票福利 由于每家公司的奖金和股票差异比较大 我们按照目前市场上常见的两类数据类岗位的基本公司 给大家分享一下数据类岗位的薪酬情况 第一类分析师 比较常见的是数据分析师Data Analyst 和商业分析师Business Analyst等 东西海岸是数据类岗位数量分布最多的 相对工资水平也会比中部城市高一些 比如大纽约地区 旧金山湾区 西雅图地区 大洛杉矶地区等 初级分析师岗位的基本公司 Best Salary年薪通常是在美元80k以上 大厂可以达到美元100k以上 如果是更高级别的分析师 可在此基础上再上辅美元20k 第二类工程师和科学家 包括了数据科学家Data Scientist 数据工程师Data Engineer 机器学习工程师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等 这一类数据岗位基础要求和相关工作精力的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在薪资上也明显高于分析师类的岗位薪资 通常这类初级岗位的基本公司都在美元140k以上 一些资深的岗位可以达到美元160、180k 如果要具体了解某个公司的薪资情况 大家可以根据公司所在城市、岗位之级 在Levels、Lastdoor等网站上进行查询和了解 下一期话题 我们会带你了解美国科技行业的中的ICC公司是什么意思 AIPIN数据类岗位每周岗位发布数据追踪 我们来看一下进入2022年6月第一周 AIPIN团队对于北美数据类岗位的每日发布情况的追踪数据 Data Analyst数据分析师平均周中日更岗位数量达到10472 比前一周日均增加了1347个岗位 Business Analyst商业分析师达到6172 比前一周日均增加了303个岗位 Product Analyst产品分析师达到5673 比前一周日均增加了355岗位 Marketing Analyst营销分析师达到4454 比前一周日均减少了110岗位 Data Scientist数据科学家达到7253 比前一周日均增加了863个岗位 过去一周虽然又有一些公司发布了暂缓招聘 甚至是裁员的消息 但是大部分数据类岗位竟然逆势上扬 除了Marketing Analyst之外 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尤其是Data Analyst增长幅度最大 加上劳工部刚刚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优于预期 可能会对市场焦虑的缓解起到一定作用 马上进入秋招 如果有求职需求的小伙伴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岗位 给大家预报一下 AI PIM本周末的求职讲座的信息 本周六 6月11日 美西时间下午6点至7点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旅游业反弹 如何拿下Airbnb数据岗位 Offer 的讲座 本期讲座 我们邀请到了资深行业导师 来为大家分析目前Airbnb的招聘情况 以及数据类岗位的面试重点 为大家备战技术面试提供专业的指导意见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点击链接 或者登陆我们的3w.iepin.io的网站 在求职讲座页面来进行注册 感谢观看本期北美求职制备一周报 如果大家在求职过程当中遇到了困难 欢迎和我们取得联系 AI PIM是面向广大北美数据类软件 开发类求职者的一站式求职解决方案 针对全职求职者找到工作才付费的 CureVIP项目 已经成功帮助数牌求职者 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 你可以登陆aip.io了解更多的项目信息 也欢迎扫描屏右侧的二维码 添加求职导师微信 逾越免费资讯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求职制备 了解行业最新的资讯 求职技巧 学员经历分享等 干活多多 大家可以扫描屏右侧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 AIP YouTube频道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